李小璐护甲奶量事件,已经过去二十多天,受伤最大的是甲奶量和孩子,李小璐丝毫没有受什么影响,只是传出今年的电视剧换人了。 直到今天,做发门,事件没有结束,黄毅清和马苏还在互私,已经发展到了上法庭的地步。 在此事发生之后,就有一些人非常好奇,为什么作为主角的李小璐,未曾在此事中受到任何影响,凭什么躺枪带反而是马苏呢? 有网友扒出了她的家庭的背景,李小璐的妈妈,是八九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女演员,张伟欣。 当时李小璐和甲奶量结婚的时候,她的母亲隐身露脸,举止优雅,落落大方。 最让人敬佩是张伟欣,还强大的经商头脑,在她演艺事业巅峰的时候,她出国创业,创办了自己的服装企业。 虽然,创业道路有些坎坷,但是克服了这些困难创业成功。 而女儿李小璐也继承了她母亲的这个优点,在李小璐18岁的时候,也在美国开了自己的超市商店,同样的也成功了,而且随后还开了连锁店,每年超市营收我都过亿。 李小璐的父亲名字叫做李丹宁,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导演。 李丹宁导演在年轻时期,也曾获得过各种各样的奖项。 很多娱乐圈中的知名演员和导演,都需要卖李丹宁导演面子。 所以有李丹宁在后撑腰,李小璐是能在此次事件之中安然无事。 李小璐的爷爷也是很厉害的人物,他也是巴依影戏场的资深导演,对中国电影行业做出了极高的贡献。 在电影业界拥有着极高的声誉,而奶奶是一个芭蕾舞的演员。 如此说来,可以说李小璐是出生于文艺世家吗? 遗憾的是有这么强大的文化背景,在事业顺风顺水之后,李小璐还是在了自己的手里。 但是也有很多朋友,了解了李小璐的家庭背景后,觉得能够在17岁的时候,获得金马影后就不足为奇了。 不管怎样,还是希望李小璐以后可以好好爱护,珍惜这个幸福的三口之家。 毕竟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